出版業不景氣獨立書店面臨生存困境 但是有一個超級推理迷 他在臺灣開了全臺灣第一家偵探專門店 書店裡面各國知名偵探齊具 包括了英國的福爾摩斯 法國的亞森羅平 還有冷血諜報員和硬漢警探 而且書店裡面也舉辦寫作課程 大家一起專研推理小說的寫作之路 希望有一天小小的書店也能夠孕育出 臺灣自己的福爾摩斯 這次書店不是博物館 它是書店主的蠻端 不是福爾摩斯 這來買書嗎 買花車那本 你看我就知道 你為什麼會記得它 它竟然它的眼神是非常專注的 它在尋找一個東西 它不是以一個 它要來逛一逛的那種角度進來 所以它一進來我知道 它眼神它在搜尋一個東西 那我們這邊搜尋的 唯一跟偵探書不一樣的書 就是這一本 不只是有著名偵探等級的推理能力 就連擺在店門口被報案檢舉的座椅 也索性連同單子搬進店裡當作另一道風景 談端的創意思考不只這樣 開店前大陸記者的工作已做超過十年 2000年回台拍攝紀錄片 三年後挑戰書店創業 他選擇聚焦 偵探推理 我現在做的偵探書跟我的專長會比較接近 其實就是人生嘛 它裡面想的各種人性的 灰暗的 扭曲的事情 其實更 從另外一個面向來講 它也是一種人生的面向 社會的面向 沒開過書店 一切都得從頭摸索 聽起來很冒險 但好朋友們的膽子比他更大 他們說 你缺錢吧 最近要開店 就主動拿錢給我 然後我就有錢去租一個地方 然後裝潢 那我說還不起喔 他們說算當投資嘛 如果你做起來了 每個月還一點 做不起來就當我們投資是有風險的 二手書 新書 不同流派 分門別類 偵探書屋裡不只是賣書 還有偵探小物 白天是咖啡館 晚上是小酒館 坦端其實還有一個目標 我們現在有五個讀書俱樂部 就教人家怎麼去寫 驚悚小說 推理小說 那這些主持人嘛 都是台灣推理界的老手 我們不僅有一個這樣的書店 有這樣的佈置 賣這樣的主題 我們同時還可以讓你去參與 先讀書 然後再去學寫作 原來我就是發了一個宏願說 希望幾年後我們還真的創造出一個 跟偵探書一起成長的 這樣的驚悚小說家或推理小說家 理想歸理想 現實問題還是得面對 坦端坦言扣除成本書店沒有賺錢 節拍紀錄片是他養活自己 也回饋地方的唯一方式 我們開了店之後當然要有一些實踐 光說也沒用 所以我們就去 因為我的專長就是寫報導 然後拍片子 後來我就想 我對大稻埕 可以有這個貢獻啊 我就拍大稻埕的片子 我記錄大稻埕的 我在開店的時候 認識的朋友或是各行各業 也許多數人會問值得嗎 但坦端完成的夢想 其實是許多人的感夢不敢想 那是有一些推理作家 推理迷 他們都覺得說 坦端你把我們退休想要幹的事情都做了 那我說你們也可以來接棒 就是 偵探推理小說店 不一定都是我當老闆 也可以你幹三年 他幹三年了 這條路才剛起步 但在坦端的心中還有另一個夢 三年後46歲的他要把書店交棒 背起背包去異地流浪 展開另一段冒險旅程 好像有那句話就是說 只要你很努力很努力 老天都會幫你就對了 我應該也算那種吧 又讓他講 這樣才會給你 你去嘗試看 我不會問你